公司组织度假却发现老板死了 为了不让度假提前结束 小职员把老板的尸体伪装成活人 痛痛快快的玩了两天 今天给大家正一部 由尸体主演的喜剧片 老板度假去 阿呆和阿瓜在家保险公司上班 由于今天夏天特别业 两人见人就会说一句 一边两位去 持枪打劫的老哥都猛了 到了公司 本以为他享受空调房了 但空门的老板说 最近业绩不好 不给开空调 没办法 兄弟俩就占领了公司的高地 搞了一个泳池办公室 结果智商也占领高地了 他们发现 公司有一份意外保险发生了意外 被保人两年之内死了四次 公司一共赔了他二百多万 发现了这么大的漏洞 自己还不升职加薪 他们立刻就去找了老板 老板看到后非常欣慰 说他们干的不错 但这事不能张扬啊 影响公司形象 老板提议 周末去他的海边别墅玩两天 阳光海水沙滩美女 到时候边玩边说 兄弟俩非常开心 感觉自己成了老板的左膀右逼 但没想到 老板转头 就去找了杀手组织 要故人干掉兄弟俩 结果杀手老大说了 自己早就进门洗手了 现在搞好投资 挣得可比杀手多呀 但这手下的两个杀手 倒是很乐意挣点外快 谈的差不多了 老板算好时间 在买单之前离开了 杀手老大的情人阿莲 说要去补个妆 也离开了 随后 手下千里眼 就看到了不堪入目的一幕 杀手老大立刻就改变主意 应该杀掉的 是这个请客不买单 了妹不长眼的抠门老板 周末的时候 老板正在海边别墅整理文件 转头就发现 杀手老狠已经来的 老板说 兄弟你太着急了 任务目标还没到呢 结果一转头 就被老狠打了毒针 老狠把毒针和一包粉末 放进老板兜里 带上神父同款抹胸 神不知鬼不觉的就离开了 等阿呆和阿瓜来到别墅的时候 以为老板睡着了 架着老板溜到了半天 才发现老板兜里的毒针和粉末 他们认为 老板肯定是戏毒身亡 刚要打电话报警 但突然想到 现场就他们两个人 警察肯定会把他们当成嫌疑人呢 由于不觉的时候 来别墅参加拍队的人陆续都到了 每一个都上前和老板打招呼 还有的直接上手 给他做了个正果按摩 就是没人发现老板死了 兄弟俩一看 干脆自己也装装不知道 开开心心的在这玩上两天 但一直有人找老板搭话 这样下去 早晚会暴露啊 于是兄弟俩决定 把老板的尸体 转移到一个没人的地方 但走到护栏边上的时候 两人手一划 老板就360度空翻 摔在了外边的沙滩上 好在大家玩的都很嗨 根本就没人发现 兄弟俩也抓紧时间 兵分两路 及时享乐 但他们没发现 潮水中一点点的涌上沙滩 阿呆的目标 是公司新来的女员工 两人有说有笑的走在沙滩上 但走路是个力气活啊 没用到十分钟 他们就筋疲力尽的 倒在了沙滩上 就在这个时候 老板的尸体也被冲到了这里 真正的死亡凝视 让阿呆瞬间就没有了兴致 他赶紧找到阿呆 两人把尸体拖了回来 藏到了卧室里 这时候和老板有一腿的阿连也来了 兄弟俩说 老板喝多了 阿连不信 非要去卧室看看 半小时候 阿连心满意足的走了出来 而跟踪阿连的千里眼 目睹了刚才的一切 看着腿都软了的阿连 他打电话告诉杀手老板 说老狠 根本就没完成任务 得知暗杀目标没死 杀手老狠再次来到了别墅 而为了继续在别墅度假 阿瓜给老板的尸体 做了别致的造型 甚至可以让他和别人打招呼 这时候阿呆发现 老板好像有点发霉了 阿瓜决定 带他去晒晒太阳 结果老板直接飞了出去 正好落在了老狠的身旁 老狠以为老板来报仇了 立刻开始了反击 把已经是尸体的老板 又杀了一次 确认老板没了脉搏 老狠这才决定离开 而另一边 兄弟俩终于蹦不住了 还是要决定报警 却意外听到了老板的电话录音 他们这才知道 贪污公司200万的正是老板 因为自己发现了秘密 老板还供了杀手来杀他们 但他们不知道 因为老板和杀手老大的亲人有一腿 杀手已经改变目标了 他们还天真的以为 只要自己和老板在一起 杀手就不敢动手 两人急忙去找老板的尸体 却发现老板被一个熊孩子给埋了 把老板拽了出来 简单的清理了一下 他们把老板的鞋带 和自己的鞋带绑在一起 这样看起来 老板更像是一个活人了 而正准备要离开的老狠 被活蹦乱跳的老板给吓坏了 一面是内心的恐惧 一面是职业的操守 作为一个职业杀手 老狠选择了后者 兄弟俩找到了老板的游艇 决定开船逃跑 但是开到半路没游了 没办法 他们只能驾驶老板 回到了别墅 重新再想办法离开 突然 老狠出现了 二话不说 直接朝着老板打光了所有子弹 看到有三名目击证人 老狠又掏出一把枪 想要杀人灭口 老板的尸体倒在了楼梯口 那死了还要妨碍自己 老狠非常生气 阿瓜看准时机 用电线偷袭 但老狠毕竟是职业杀手 瞬间就解了围 然后非常专业的 把自己给捆了起来 事后警察终于来了 犯罪现场一目了然 阿黛和阿瓜收到了表彰 而老狠被抓进了精神病院 因为他一直念叨 他反复杀了老板三次 根本杀不死 这部电影是1989年的 不知道是不是第一部 用尸体为主线的喜剧 虽然说老板这个演员 躺着就把片头给拿了 但他实在是太惨了 那么这期就到这吧 咱们下期见 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